朋友们,你们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救猫咪。 不过,这本书并不是真的要教你怎么救猫咪,或者讲一个关于救猫咪的故事。 它其实是一本电影编剧指南。 书名里的救猫咪是一种剧本创作技巧。 说的是,当主角出场的时候,编剧必须要让他先做点什么, 使观众建立起跟他的情感联系。 比如说,如果观众看到主角从树上就下来了一只猫咪,就更容易对他产生好感。 这本书的作者,布莱克·施奈德,是一位好莱坞电影编剧。 它不算什么大牌,但在编剧领域也可以说是相当成功。 施奈德卖出过很多原创剧本,大多是卖给大型影片公司, 还有的卖给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这种著名导演。 不过,近些年他发现,好莱坞电影开始把越来越多的钱投入到明星片酬、 特效和市场营销上,对剧本创作的重视度却在降低。 比如,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著名女星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古墓丽影2》票房失利。 作者指出,这其实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剧本创作是失败的。 想让观众喜欢上一个人物,光有性感身材和酷炫跑车是不够的。 与其砸几百万美元给朱莉设计心紧身衣, 不如在她出场的时候设计各类似于旧猫咪的情节,增加她的人格魅力。 而她之所以要给自己撰写的这本电影编剧指南起名为旧猫咪, 也是想向我们强调,剧本创作对于一部电影的重要性。 旧猫咪代表的是我们即将要在这本书里看到的那些剧作基础理念, 是作者和他的创作伙伴们在好莱坞摸爬滚打多年学到的, 关于剧本创作的不变法则。 那么,如果我们不想从事电影行业,有必要学习剧本创作吗? 答案是,非常有必要。 比如,在日常生活中,你有时候可能感觉自己明明说得都对, 但别人就是听不进去。 那怎么办呢? 借用我们听书负责人李楠楠在《如何升级你的说服力》这门课里的一句话。 要实现最有效的说服,你需要掌握人的心智模式里最底层的那套通用算法, 掌握人最基础的思考方式,那就是故事。 这是因为,我们人类拥有一种其他动物没有的能力, 我们能够通过审视同类的命运,感知到自我的命运。 因此,人们在听故事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 这就赋予了故事一种神奇的力量,说服力。 而剧本创作的本质,其实就是给观众讲故事。 你之所以会为某些电影倾倒,是因为它们打动了你的内心。 而所谓打动内心,其实就是,你被电影中的故事说服了。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好莱坞编剧《布莱克·施奈德》一起, 看看如何创作一个打动人心的电影故事。 在开始之前,你可以稍微暂停一下, 在心里想一部自己近些年最喜欢的电影。 选好了吗? 那我们开始。 第一部分。 我们假设一个场景。 某天晚上,你跟朋友出去看电影。 你想说服朋友一起去看自己最喜欢的那一部。 这时,朋友肯定会问你,他是讲什么的? 如果你的回答超过了30秒,那么,很可能还没说完, 朋友就已经失去了耐心, 他的眼神会由一道片单的其他地方去, 心里想着还有其他片子可以看吗? 这句话,恰恰也是让所有编剧都最害怕的一句话。 那么,为了避免这句话的出现, 好莱坞的编剧们该怎么回答他讲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呢? 首先,第一个原则,叫一句话原则。 你必须能用一句话说清,你的故事是什么。 这可不是为了给朋友推荐电影, 而是一个编剧重要的生存技能。 在好莱坞,制片人每天要听上百个提案, 给到其中某一个编剧的时间可能就是在电梯里的几十秒。 所以,编剧们必须学会在一句话里说清楚, 主角是谁,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去看现时钟的卖座电影, 会发现,他们往往都可以浓缩成一句话故事, 比如说, 一个球技很差的守门员被球队开除后, 突然被通知,有一笔巨额遗产等着他来继承。 一个整天想加入黑帮的街头混混, 意外发现自己是个武学奇才。 一个穷小子跟一个富家女孩在轮船上相爱了, 结果后来这艘船撞上冰山,沉了。 你肯定一下子就猜到这些都是什么电影了。 没错, 它们分别是开心麻花的西红柿首富, 周星驰的功夫, 还有举世闻名的泰坦尼克号, 都是当年上映后叫好又叫做的电影。 作者在日常观察中发现, 很多编剧在写剧本的时候, 最后才会去考虑一句话简介。 它们在创作时往往会沉浸在自己笔下的场景中, 构思好一切细节, 但却忘了一件很简单的事, 如果你不能用一句话讲出故事的核心, 其实就没真正想清楚。 电影的一句话故事就像书的封面, 一个好的封面会让你想要立刻翻开它, 看看里面有什么。 那么, 什么才是好的一句话故事呢? 咱们刚才说的那三个肯定都算是。 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一下, 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反讽。 反讽, 首先是要有反差, 如果这种反差足够强, 就会产生戏剧化的张力, 自然地生出一种讽刺意味。 你看, 落魄守门员一夜暴富, 小混混成了武学奇才, 恋人被迫生死相隔, 前一半跟后一半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就像给观众们心头加上一点不得不去挠的臊痒, 勾着它们去了解这个故事。 所以, 总结一下, 作者认为, 如果你要创作一个好故事, 首先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故事用一句话表达出来, 然后审视一下, 这句话里有没有包含反讽。 如果没有找到, 那么或许, 这个故事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吸引人。 好, 假设现在, 你已经创作好了包含反讽的一句话故事, 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动笔写剧本了呢? 作者告诉我们, 还不行, 因为, 你还没有确定, 你的这个一句话故事, 能不能真的勾起观众的兴趣。 如果没有确认这一点, 就开始往下写剧本, 之后一旦要修改, 会非常困难, 甚至可能需要全部推导再重来。 那么, 我们该怎么做呢? 方法就是, 市场调查。 你要走出屋门, 跟别人一对一地聊自己的故事或创意。 注意, 市场调查的本质, 是检验你的一句话, 故事, 能否打动陌生人, 而不是亲戚朋友。 因为, 买电影票的观众里, 陌生人比你的朋友多得多。 所以, 不管你的亲朋好友说, 他们有多喜欢你讲的故事, 你都要记得, 我们真正需要去打动的, 是那些陌生人。 作者说, 当他要去向电影公司推销, 或者无法决定四五个创意中哪个最好时, 他就会从电脑前起身, 去跟路人们聊天。 比如, 在星巴克里, 一边排队, 一边问后面的人, 嗨,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那个人可能警惕地看他一眼, 说, 什么忙? 我一会儿买完咖啡就要走了。 作者说, 像这种赶时间的人, 恰恰是我们的最佳人选。 因为, 如果能留住这个人的注意力, 让他听了一句话故事, 还想继续听你展开讲, 那就说明你的创意成功了。 接下来, 在讲故事的时候, 你需要看着对方的眼睛, 如果他们开始走神, 或者目光飘忽, 那就说明故事失败了。 它一定存在一些被你忽略了的问题, 比如节奏太松散, 叙事太复杂, 或者某些元素令人困惑, 等等。 有的时候, 一个我们自己觉得很好的故事, 对陌生人来说可能什么也不是。 比如, 你某一次参加夏令营的真实经历, 你自己可能觉得非常有意义, 但如果你出门去把这段经历告诉别人, 很可能会发现, 他们其实并不感兴趣。 这也是市场调研重要的意义所在, 它能帮我们跳出自己的主观视角, 通过真实的客观反馈发现问题。 第二部分。 好, 刚才我们说了, 要创作一个好故事, 你必须要先用一句话回答它讲的是什么, 这一句话要包含反讽, 并且要能经受住市场调查的考验。 那么, 在完成了这些以后, 咱们是不是终于可以开始大干一场了? 且慢, 作者提醒我们, 还不行。 在开始动笔之前, 除了回答它讲的是什么这个问题, 我们还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它最像什么。 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 可能会觉得有点反感, 心里想, 我的故事可是全新的, 跟大家以前看过的东西都不一样。 但是, 作者指出一个事实, 不管你觉得自己的创意多么独特, 在茫茫的故事海洋里, 总能找出一部或很多不跟你的创意相似的作品。 更明确的讲究是, 你的故事必然属于某一种类型。 那些看起来与众不同的故事, 往往只是在某一类型故事的基础上, 制造出了一些转折。 但究其根本, 它们依然符合这种类型故事的基本原则。 因此, 想要与众不同, 打破俗套, 你必须先了解俗套, 也就是, 了解你的故事属于哪一种类型, 以及这种类型有什么基本原则。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十种故事类型。 他认为, 史上所有的影片都可以在这十种故事类型中找到自己的所属。 接下来, 我会为你介绍其中比较经典的三种。 在介绍的过程中, 你可以跟自己心里那部最喜欢的电影做做对照, 看看它是不是也可以被分进其中一类。 第一种类型叫做陷入困境。 这个类型的定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一个普通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不普通的困境当中。 比如, 一个普通人, 在普通的一天里, 发现他老婆上班的大楼被恐怖分子占领了, 他的犹太朋友要被纳粹杀掉了, 或者他乘坐的这艘邮轮撞上冰山, 要沉了, 等等。 观众大多都是普通人, 所以看到同样是普通人的主角正在面临的这些困境, 很容易产生代入感, 被故事吸引。 陷入困境这类故事好看与否, 取决于困境与主角之间的强弱差距。 差距越大, 故事越好看。 这很好理解。 想想, 你是更想看大力士打警察, 还是看瘦弱宅男之斗律巨人呢? 多数人估计都会选第二个。 此外, 作者指出, 对于陷入困境类型的故事, 一个重要的原则是, 主角陷入的这个困境, 最好要能激发观众最原始的情感共鸣, 比如, 对生存的渴望, 对死亡的恐惧, 对财富的渴求, 对爱人的保护欲, 等等。 比如说, 胡胆龙威里的男主角, 也就是去找老婆, 结果发现老婆工作的大楼被恐怖分子占领的那位。 他只是一位普通警探, 并不具备任何超能力或者特殊本领, 而他最终能战胜恐怖分子, 靠的也不仅是自己的头脑、体能, 更重要的是一种所有普通男人都能理解的信念, 那就是, 我要救我老婆。 好, 说完了第一种故事类型陷入困境, 再来看看第二种, 叫愿望成真。 一听这个名字, 你的眼前可能立刻会冒出这么一幅画面, 你在路上捡到一个瓶子, 有个精灵从瓶子里冒出来, 说, 主人, 让我帮你实现心愿吧。 没错, 这基本概括了这类故事的主旨。 这类故事的主旨, 往往一开始是一个被周围人欺压的灰姑娘型人物, 因此, 我们会很希望有个人, 或有什么东西能给他带来一点点幸福。 然后, 因为某种神力、 运气或者魔法, 主旨突然实现了某个愿望, 或者获得了某种强大的能力, 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很多经典电影都属于这类故事, 比如普通人突然拥有了上帝的能力, 或者发现了一个能让人随意转换形象的面具, 还可能是获得了一种能让任何人瞬间爱上你的药水, 等等。 然而, 这类故事的一个重要的, 也是符合人性本质的规则是, 其实, 观众并不想看到任何人, 哪怕是最落魄的角色, 能一直当赢家, 因为大家都明白, 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 故事的结尾需要让主角得到教训或醒悟, 他必须明白, 魔法并不是一切, 像观众一样当个普通人才是最好的。 接下来, 我们说说第三种故事类型, 金羊毛。 在这类故事里, 主角为了寻找某样东西而踏上旅途, 在旅途结束后却找到了另一样东西, 那就是他自己。 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 咱们把它拆开来看。 首先, 在这类故事的开始, 主角一定有一个想要达成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我们说的金羊毛。 比如, 在绿野仙宗、 爱丽丝漫游仙境里, 主角进入到了一个陌生世界, 他们的目标是找到回家的路, 在指环网里, 主角的目标是前往末日山脉销毁魔戒, 还有很多寻宝类的故事, 主角目标是找到藏在某个地方的宝藏, 以及公路类的电影, 主角一开始可能是想去远方的某个地点参加比赛, 或者寻找某些事件的真相, 等等。 说完开头, 再来看中间。 金羊毛故事的关键就是主角一路上所遇到的人和事, 这些人和事会在主角的旅程中构成一个个成长节点。 每一个节点都会对主角产生影响, 促使他的内心发生改变。 而到故事的最后, 主角会逐渐认清自己真正的追求, 或者某些人生真相, 最开始要找的金羊毛这时反而退居其次, 主角的自我发现上升到了首要地位。 说到这里, 你可能还不是很懂, 那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在《大话西游》这部电影里, 开头, 主角至尊宝是个山贼头子, 对自己的生活挺满意。 突然有一天, 这片山头上出现了一个叫春三世娘的女人, 她占领了这片山头, 至尊宝发誓要赶走春三世娘, 做回山大王, 这就是她的金羊毛。 下面, 咱们再来看看, 至尊宝在追逐金羊毛的路上经历了什么。 她先是在对抗春三世娘的过程中, 认识了白晶晶, 对她一见钟情, 后来又有人告诉她, 春三世娘是个蜘蛛精, 白晶晶是白骨精, 而她其实是孙悟空转世。 当然, 她这个时候还不信。 后来, 在至尊宝努力一边对抗春三世娘, 一边跟白晶晶暧昧的过程中, 白晶晶因为一些原因, 死掉了。 为了就回心上人, 至尊宝乘坐时光机器, 穿越回了五百年前, 结果遇见了紫霞仙子。 在后来的一系列情节中, 她逐渐爱上了这个时空里的紫霞仙子, 并且发现, 自己原来真的是孙悟空转世。 注意, 到这里, 至尊宝已经经历了一系列波折, 每一次波折, 都是一个成长节点。 这一路上, 她离开始的目标越来越远, 却离自己的真实身份越来越近。 而接下来, 故事迎来了最后的高潮。 紫霞仙子被牛魔王绑走, 为了就回她, 至尊宝重新戴上紧箍咒, 便回齐天大圣。 在一切结束后, 齐天大圣了断辰元, 重新走上了西天取经的征程。 这个时候, 开始的金羊毛早已消失, 但主角通过这趟坎坷的旅程, 完成了身份的附位, 找回了原本的自己。 一个好的金羊毛故事, 关键不在于路途的远近, 而在于主角一路上发生的改变。 每个这种类型的故事, 本质上, 都是关于自我成长和自我发现的故事。 第三部分。 好, 上面咱们说完了 你在动笔写剧本之前 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 它讲的是什么和它最像什么。 明确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剧本创作了。 下面, 我会为你介绍三条 极插极用的创作锦囊。 首先第一个, 关于人物设计的锦囊, 正是开头我们提到的, 就猫咪。 回忆一下, 它说的是, 主角出场的时候要做些什么事情, 比如就猫咪之类的, 让观众喜欢上它, 希望它赢。 其实, 乍一听这个技巧, 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 担心说, 是不是有点老套? 难不成, 我们要让所有的主角一出场, 就去救动物, 施舍乞丐, 或者扶老人过马路吗?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这个锦囊的具体使用是很有讲究的。 举个例子, 在电影《低俗小说》的开场, 你会看到两个发型很糟糕的杀手, 其中一个就是故事的主角, 他从形象到职业都不是讨人喜欢的那一挂。 但是接下来, 你会发现, 他在跟另一个杀手认真讨论一件事, 麦当劳汉堡在法国叫什么名字, 整个对话既搞笑又孩子气。 但是, 这段对话的内容跟后面的剧情并不相关。 那导演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段呢? 这其实就是导演在运用就猫咪技巧。 要知道, 这俩杀手接下来要干的可都不是什么好事, 但他们作为电影的主角, 必须要让观众喜欢。 所以, 导演在一开始就让观众看到了杀手有点可爱, 冒傻气的一面, 而不是把他们塑造成没有灵魂的恶棍。 所以说, 就猫咪只是一个代称。 优秀的编剧会通过各种不着痕迹的方式, 让观众喜欢, 支持主角。 这才是就猫咪的本质。 如果你说, 我这个主角的人设就是不讨人喜欢, 或者有很大的瑕疵, 那怎么办呢? 这里还有另一种就猫咪的形式, 那就是, 把他的敌人塑造得更可怕。 还是拿低俗小说举例。 显然, 导演担心, 对于杀手主角来说, 光是展现出有点幼稚可笑的一面, 还不足以让观众喜欢。 因此, 在开头再往后一点的地方, 也就是在杀手抵达受害者的住处之前, 导演又安排他讲出他们的老板有多恐怖, 还讲了一个故事, 说老板的另一个下属在给老板娘做足底按摩的时候, 被从窗户扔了出去, 当场毕命。 类似这样的渲染在后面还有。 如果观众一开始觉得主角是坏人, 那么再看看他的老板, 就会发现, 跟老板相比, 主角简直像个乖巧的芭比娃娃。 这样一来, 观众对一个人的喜欢和对另一个人的讨厌, 也就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会开始不自觉地支持主角。 这样也就达到了就猫咪的效果。 好, 说完了人物设计锦囊就猫咪, 下面, 咱们再来看一个关于表达方式的锦囊, 要展示, 不要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先来感受这么几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 女主角对男主角说, 你要知道, 其实, 你是我的哥哥。 之前之所以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爸妈说, 如果我敢告诉你, 就剥夺我的财产继承权。 第二个场景, 女主角对男主角说, 你记不记得, 咱们刚结婚的时候多好。 但是最近这几年, 我感觉你对我越来越冷淡, 好不容易一起出门约会, 也心不在焉。 第三个场景, 男主角跟自己的兄弟说, 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时候, 我还是纽约巨人队的明星后卫, 直到08年, 我发生了意外。 你应该记得, 当时我腿上缝了二十几针, 差点成了残废。 如果你能坚持到这里, 还没有按下倍速键, 或者关掉这个音频, 那么我必须感谢你的忍耐。 但是, 我相信, 在听的过程中, 你肯定是心情烦躁, 浑身不舒服。 作者指出,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 编剧为了省事, 直接让角色替他给观众解释故事背景和情节。 因此, 角色们说的话, 其实都不是正常人在同样处境下会说的话, 而是编剧想告诉观众的话。 所以才会显得又假又拖沓, 让人浑身不舒服。 电影是用画面讲故事的。 就像在现实中, 我们了解一个人的主要途径是看他们做了什么, 而不是说了什么。 所以, 作者指出, 如果你能直接用画面表达剧情, 就不要用语言来告诉观众。 比如, 你想让观众了解男主角过去打球的经历, 可以在他家墙上挂上球队合影, 给一个特写, 你想表明主角曾经意外受伤, 结束了他的体育生涯, 那就让他瘸着走几步, 你想让观众发现男女主角婚姻出问题了, 可以让丈夫在街上偷看美貌小姑娘, 转过头却对身边的妻子一脸冷漠类似这样, 不动声色地说明一切。 要知道, 出色的画面能传达出笔字面上更多的信息, 一幕一幕地凿进观众心里, 而口述剧情就像是对着观众席伦大锤, 过犹不及。 下面, 咱们再来说第三个, 情节设计方面的锦囊, 叫转折, 转折, 转折。 它的意思是, 剧情不能只是直直地往前推进, 而是要一边推进, 一边不断地改变方向, 增强力度, 让剧情在一次次转折中走向高潮。 这个锦囊听起来简单, 但极其重要。 你看, 如果把故事创作, 看作是你在和观众赛跑的话, 一旦观众猜到了下面的剧情, 就等于它超过了你, 也就不会再被你牵引。 你的故事就失败了, 怎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答案就是, 转折。 还是拿大话西游这部电影举例, 至尊宝的山头被蜘蛛精占领, 这是第一次转折, 对抗蜘蛛精的过程中, 爱上了白晶晶, 这又是一次转折, 后来, 白晶晶死了, 再后来她又爱上了紫霞仙子, 然后, 紫霞仙子又被抓走了, 你看, 电影里的情节每往前推进一步, 都要经历一次转折, 而每一次转折, 都会冲破观众的原有预期, 同时加速剧情的发展。 而如果我们跳出具体的情节, 去俯瞰众多电影的话, 你会发现, 大多电影故事, 本质上讲的都是一个大的转折。 主角从电影开头, 经过发展, 最后到达结尾, 这个过程中, 他一定会发生明显的改变。 这就是剧本创作所必须展现的, 人物胡光。 人物胡光之所以在电影中不可或缺, 是因为他赋予了一个故事, 价值感。 因为, 如果你的故事有值得讲述的价值, 那它就需要展现出对人的影响, 不仅包括角色, 也包括观众。 在某种意义上, 电影讲的就是改变。 而衡量谁成功谁失败的标准, 其实就是看谁愿意改变。 故事中的好人, 往往是那些愿意接受改变, 并将其看作一种正面力量的人, 坏人就是那些拒绝改变, 最后自食其果的人。 电影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我们, 要在生活中获得成功, 我们需要不断进化, 改变。 这个基本理念, 不仅适用于叙事, 也是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一条信仰。 好, 以上就是就猫咪这本书里, 我想跟你分享的重点内容。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剧本创作的本质, 其实就是给观众讲故事。 要讲好一个电影故事, 你首先要能用一句话来回答它讲的是什么。 这一句话里, 要包含反讽, 并且要能经受住市场调查的考验。 之后, 你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 它最像什么? 也就是说, 你要找出你的电影故事属于哪一种类型。 在写作过程中, 注意不要违背这种类型故事的基本原则。 对于具体的故事创作, 作者也给出了一些极插极用的锦囊。 我们重点介绍了其中的三个, 分别是就猫咪, 要展示, 不要说以及转折, 转折, 转折。 最后再闲话几句。 不知道你在听这个音频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其实, 许多关于剧本创作的技巧, 都能够迁移到我们日常的说服或表达场景中。 比如, 不管你的提案多复杂, 都可以试一试, 能不能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它的核心特征, 像一个钩子一样勾住对方, 对方有兴趣, 你再把它向下拆卸和细化。 还有, 在求职等自我展示的场景中, 我们与其平铺直续地告诉面试官 我曾经组织过某某活动, 效果很好, 不如把这段经历加工成一个陷入困境类或者金羊毛类的故事, 通过那些自己克服困境或发生转变的关键节点, 放大个人优势与特点。 这也是我自己在以前面试过程中常用的一个小技巧。 再有, 在演讲或表达的过程中, 我们也要学会使用转折。 也就是让听众发现自己一直以来深信不移的某些事情可能是假的, 是错的。 一旦产生这种感觉, 它的注意力就被你锁定了。 诸如此类的迁移还可以有很多。 而这些迁移之所以能够实现, 是因为, 人类的所有语言表达, 本质上都是一种信息传递, 而故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就是怎么用别人最喜欢的方式, 把你要传递的信息传递过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 处于人生的何种阶段, 讲故事, 这门手艺, 都值得我们不断学习, 不断精进。